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萧萧的寒风之中 赫图阿拉城血脉沸腾 这一天 一身戎装的汉王努尔哈赤在城南的堂子前 对他的臣子和军队宣布了他对明王朝多年来的积怨 努尔哈赤把他归纳为七大恨 我父祖为朝廷看边进贡 终顺啼酒 朝廷却将他们无罪加出 一大恨 叶哈刑不连京风 朝廷袖手旁观 不为副手扳击 朝廷本书重点归刻于我 这七大恨中 除了明军诛杀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 是真正的大恨大仇外 其余的则很是牵强 甚至根本站不住脚 诸如在统一女征各部落的战争中 明朝偏袒海西女征 明朝支持叶赫部将早已许配给努尔哈赤的老女 嫁给蒙古部 朝廷在写给建州的书信中 多有侮辱性的语言等等 这些只不过是努尔哈赤为他发动的战争 包裹上一层正义的道德外衣 向明朝宣战是努尔哈赤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虽然后今的八旗军只有四万人左右 而明朝仅在辽东地区就驻有近十万军队 但是花甲之年的努尔哈赤 迸发的无比雄心和巨大勇气 足以让腐朽的大明朝廷不寒而栗 公元1618年 带着复仇之心和更大野心的努尔哈赤 在赫图阿拉事实发明 事实当日努尔哈赤率领两万八旗禁旅 向福顺进发 进攻福顺是努尔哈赤起兵三十五年以来 第一次与明军正面交锋 在这之前 一些后金军兵已经扮作商人 提前进入福顺城作为内应 后金大军突然之间兵临城下 丝毫没有防备的福顺城 此刻只有游击李永芳等两千人马 首将李永芳既没有与成同亡的勇气 也没有未明迅捷的鼓起 他屈膝于努尔哈赤面前 成为明朝第一个向后金投降的政府官员 努尔哈赤对李永芳也很势不薄 不仅任命他为副总兵官 还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他 于是 这位大名的将领 把头发一剔 成了努尔哈赤的孙女婿 被称作 辅顺儿妇 攻占辅顺之后 努尔哈赤 从俘虏的汉人中 挑选出家在山东 山西 杭州等地的商人十六人 发给路费 让他们每人携带一份七大横 返回老家广为船部 随后 后金兵横扫了辅顺周边的 魂谷五百多处 俘获人畜三十万 由于战利品太多 剑州将士分了五天 还没有分完 努尔哈赤不得不下令 把财物带回家再分配 前所未有的大丰收 给因灾荒而物质贫乏的女真人 带来了极大的刺激 勾起了他们更加强烈的贪欲 仅仅两个月后 努尔哈赤率八旗军 出雅湖关向清河进攻 清河城地势险要 是辽阳沈阳的屏障 守城的明军 在主将邹楚贤的带领下 拒险坚守 在九公不下后 努尔哈赤显示了他 足智多谋的军事头脑 他命令军事 头顶木板 从城下挖墙而落 清河城最终被八旗军攻克 邹楚贤以及一万多名军被杀 努尔哈赤的兵力 牺牲得很多 那时候叫灯石上城 最后破城的时候是灯着尸体上去 八旗军的伤亡 八旗军的伤亡激发了努尔哈赤残暴的本性 乘破之后 努尔哈赤下令 屠城 并把一名被俘的汉人割去双耳 让这个鲜血淋漓的人为信使 向万历皇帝下了战书 这是一封口气强硬 盛气凌人的书信 信中说道 如果你认为我起兵没有道理 我们可以约定一个时间 十天或者半个月 你率兵来和我决战 如果你认为我有道理 那就赔偿我黄金和锦段 算是我们双方讲和 万历皇帝是否看到了这封书信 实际上没有记载 但是努尔哈赤攻陷俯顺 清河两城 给明朝的打击之沉重 是这个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政权 所料想不到的 这次打击 也总算使这个断头僵尸一般的王朝 有了一丝警醒 以懈怠荒淫著称的万历皇帝 在紫禁城的宫殿深处 对努尔哈赤做出了强硬而干脆的回应 那就是调兵遣将 离庭扫穴 这个严厉并充满杀鸡的回应 直接导致了萨尔虎大战 而战争的后果 又出现了他们谁也没有料想的 一系列历史事变 此时的明王朝固然腐败丛生 危机四伏 但是 在涉及江山根基的问题上 从皇帝到大臣 都表现得绝不含糊 按照万历皇帝 必其功于一役的旨意 从全国各地争调的兵马 兴夜赶赴辽东 九个月后 明军已经在辽东 聚集了近十万兵马 此外 朝鲜国王李辉 在明廷胁迫之下 派遣了一万三千军马 与建州 素有仇怨的夜赫 也出兵两千 一同加入到 征缴后金的大军 明朝发兵十万 号称四十七万 筹响两百多万两 这在对女真的用兵上 兵数之多 军费之巨 规模之大 都是空前的 万历皇帝对努尔哈赤 是如此的痛恨 以至于一向吝啬的他 规定了很高的 擒奴赏格 赏格规定 能擒获斩杀 努尔哈赤者 赏银一万两 省都指挥世袭 秦获斩杀努尔哈赤子孙 亲属者 也各有赏银和封关 甚至连努尔哈赤的大将 书记 所有大小头目 都榜上有名 在劫难逃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 记录频道 把丰收 刻在石头上 把生活 留团在纸上 把故事 讲述在洞窟中 把石袋描绘在色彩间 把奔跑的姿态定在画阁里 把微笑投射在光影下 记录将 速尽永恒 中央电视台 记录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 记录频道 1619年 新年刚过 辽东大地 排除在冰天雪地之中 经过十个月的酝酿和准备 明朝各路支援辽东的兵马 在辽阳聚集 兵部侍郎 阳稿被任命为辽东经略 也就是辽东军区总司令 万历皇帝赐予他上方宝剑 坐镇沈阳 全权指挥此次对后京的军事行动 阳稿的战略是兵分四路 分进合击 南路由清河出雅湖关 进攻赫图阿拉 主将是原辽东总兵关 李成良的儿子李如板 西路由原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 从沈阳出辅顺关进兵 东路由号称长盛将军的老将刘廷率领 并都帅朝鲜军兵 从宽殿进发 北路则以总兵关马林为主帅 率领本部两万余人 加上助攻的叶鹤兵两千人 楚开元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 四路兵马从东西南北四个方面进攻 意图在同一时间合围赫图阿拉 勤斩努尔哈治 消灭后金 刚刚立国第四个年头的后金 于是危在旦夕 四五之一哈 是明朝可以说 不能说秦国之兵 也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击入了凶兵猛将 像杜松啊 连这个刘廷啊 刘柳柏哈 这都是战将 也是下的力气很大 他的目的是哪里 想一举把努尔哈治啊 后金啊 接着摇篮之中 他是带着这一个信念 带着这一个目标来 来进行打仗 然而 正是杨稿的分进合机 给了努尔哈治可乘之机 在与诸位贝勒大臣的军事会议上 努尔哈治提出了 平尔几路来 我只一路去的战略原则 各路同寨的兵民 迅速撤回集中到赫图阿拉 等待着明军的 是后金举国动员 算成的一支铁拳 萨尔虎山 位于腐顺东面 赫图阿拉里西 萨尔虎 是满语 木除的意思 形容山上森林 十分繁茂 此地 为绵更起伏的丘陵地带 是冷兵器条件下作战的理想战场 明军与后金大决战的第一场战斗 就是在这里打响 明军西路主将杜松 虽然身经百战 屡立战功 却只是一个勇猛有余 而谋略不足的武夫 他骄傲轻敌 贪功冒进 在其余三路明军 因种种原因受制于途中之时 西路三万人马 却在杜松的率领下 孤军突出到了 距恶图阿拉 仅六十里的萨尔虎 在大雪覆盖的丘陵山地 努尔哈赤其中四万人马 向杜松的大云展开了进攻 驻守在戒凡城上的数千八七军 也乘势从上往下冲击 占有地理和人数优势的八七军 冒着明军的炮火 殊死出风 在冲破明军的防线 进入断冰箱街之后 战斗变成了一场大屠杀 总兵官杜松奋勇拼杀 冒死突围 被八七军一箭射死 杜松的三万明军 在这场寡不敌重的战斗中 全军覆没 整个战场尸横遍野 血流成齿 明军死尸与兵器冲入温和 像解冻的冰块一样 奔腾翻转 顺流而下 殿灭西路杜松军的第二天 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 折而向北 迎击从开源进发的北陆军 此时 由总兵官马林指挥的 一万多北陆军 已经开进至 萨尔湖西北三十余里的上尖崖 杜松兵败的消息传来 全军哗然 军心动摇 马林急忙转攻为首 把部队分成三部分 分别在上尖崖的左右 结营列阵 布下牛头阵 努尔哈赤 集中所有兵力 先砍向牛头阵的一只犄角 明军的弓面碎影 写第一战之危的八旗精兵 以绝对优势的兵力 几乎只是一瞬间 便突破了明军的防线 大败明军 取胜之后 努尔哈赤越马及驰上尖崖 呼向了牛头阵的牛头 马林的大营 在上尖崖 两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 面对洪水般不断涌来的八旗兵 在血肉横飞的酣战之际 马林的信心首先动摇 竟然弃军而逃 失去指挥的明军顿时崩溃 全军覆没 明军死者遍山谷间 血流上尖崖下 河水为之尽翅 崩下上尖崖的马林营后 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 马不停蹄地杀向了牛头阵的 另一只鸡脚 也是北陆明军的最后一股部队 潘松延营 在八旗军凌厉的攻势下 阵营最终被突破 明军全部阵亡 前来助攻的两千叶鹤兵 此时刚刚行进到开园附近 听到明军战败 大惊而顿 两日之内 两路人马覆灭的消息 让在沈阳坐镇指挥的辽东经略杨稿 目瞪口呆 他急忙传令令两路明军回师 然而 迅如风雷的努尔哈赤 没有给明军机会 他的重拳已经砸向了流艇率领的东陆军 东陆军两万多人马 从宽殿到赫图阿拉 到远路险 加上当时风雪大作 天气恶劣 后今又设置路障 兼壁青野 因而行军迟缓 出发十天后 才开进至距赫图阿拉 约七十里的阿布达里岗 刘挺也是一个缺谋乏略的盲勇之将 他的武器是一口一百二十斤的冰铁刀 人称刘大刀 对于杜松军和马林军的败墨 主将刘挺全然不知 说这边的战争的胜败 刘挺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他距离比较远 说已经很缓慢 在那个乡上 所以后黄奈及和施战争 也来个秩序 就是打着杜松的喜好 就把贺近平化成成明军 打着杜松的喜好 所以赶快进兵 其他路都快要到河桃阿拉 所以刘挺也不止实际 就赶着加快进兵 都扬长小路 一致长蛇 阿布达里刚一带 重鸾叠仗 倒窄路险 急于抢攻的刘挺 不顾兵家大计 命令兵马单列极尽 早已埋伏好的八旗精兵 突然出击 将刘挺的军队拦腰截断 四面山上的八旗兵 从上往下冲杀 犹如山红爆发 顷刻间 明军已是死伤过半 刘挺左臂重剑后 仍拼死奔战 在面部又被砍了一刀 削去半边面匣之后 仍然左右冲杀 最终力竭战戏 随东陆军出战的朝鲜兵 欲走则归路断绝 欲战则势心崩溃 无可奈何之下 本就无心作战的 一万三千朝鲜兵 在都元帅江弘历的带领下 向后金投降 明朝精心谋划的四路围剿 只剩下了李如柏的南陆军 李如柏是李成良的第二则 然而将门未必出何则 身为总兵官的李如柏 胆小雀怒 贪生怕死 他率领的南陆军出师即晚 行动诱怀 接到阳稿回师的命令时 他的两万人马刚出压湖关 正迟疑不前的李如柏 急忙撤退 回军途中 明军风声鹤唳 在遭到二十名后金巡逻少旗的 追扰袭击时 竟然军心大乱 自相践踏 死伤不少 李如柏退 李如柏退失后 朝廷上下群情愤慨 因为李如柏的小妾 是努尔哈赤的侄女 朝廷有人怀疑 他念着与努尔哈赤的香火之情 所以行军逗留观望 而努尔哈赤对他也是网开一面 于是由努求女婿坐镇守 为之辽东落水手的说法 因胆小而侥幸逃回的李如柏 不久就被弹劾下狱 最终难逃一死 至此 明朝与后金的大决战 五日之内 就以后金的大获全胜 和明军的惨败而结束 这一场战役 明军的主要能打的将领 几乎没了 全打光了 这八万多军队 包括的一些战将领的家丁 就都全完了 战马 戚戒 整个明朝的仓库里的武器 有十分之七 几乎都消耗在这个战场上 战马四万匹也几乎没胜 萨尔虎一战 明朝军队的精锐 基本丧失殆尽 再也无力向后金发起进攻 而后金则由被动转为主动 以他越来越优于明朝的军事实力 发动了持续不断的进攻 直到把他灭亡 一百五十六年后 乾隆在《萨尔虎之战事书》中写道 萨尔虎一战 明知国事一宵 我知武猎一阳 遂乃克辽东 徐沈阳 王姬开 帝夜定 萨尔虎大劫后的第三天 努尔哈赤以后金函的名义 告诫他的部下 前日之节 天也 勿以屡节而可视 我必得辽 然后可以生活 你等 当以尽死于辽东城下为新笔 夺取辽沈 以成为努尔哈赤新的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